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著橋 我是包伯 我是偉恩 我們現在人在新宿 我們今天要用都營的 巴士路面電車還有地下鐵一日遊 出發 那我們在新宿展開一天的行程之前呢 早餐就來吃 紐約女王Servant鬆餅吧 現在鬆餅是偏軟的類型入口即化 而且它的檸檬是直接加在鬆餅裡面 所以它有檸檬的香味 然後再配上那個Ricotta的鹹味 還蠻搭配的喔 我們現在在都營的車站 要來買一日券囉 優惠的車票 然後我們挑選的是這個一日通的票 它可以做剛剛講到的都營的地鐵、巴士還有荒川線 買票囉 買到囉 現在我們要去搭巴士 我們現在到了新宿的伊士丹附近 我們要搭的186就是這一台啦 上車的時候只要秀這個就可以囉 我們從這邊啊 要搭到千真寺橋站 偶爾坐坐公車看一下 城市的風景也不錯 我們現在到了千真寺橋站啊 開始今天的都營行程 我們現在到了以鞍產為出名的龜子母神社 那這個地方裡前的是小鐘 我只要一分鐘 很多孕婦都會來祈求 懷孕期間的順利和安全 離開龜子母神社之後呢 這邊馬上就有一個西餐道商店街可以觀望 我們在都店雜思之谷站下車了 我們來逛一下雜思之谷陵園吧 這邊有很多日本文人墨客 以知名人士的墳墓 對日本歷史有興趣的人可以在這邊看看喔 我們逛完林園啊 現在回到車站要前往潮鴨喔 我們從更生總站出來一分鐘 就可以到潮鴨的商店街囉 那我們今天的中餐 就在TOKIWA食堂誘餐吧 這是我點的基本的0STF豬排 這麵衣本是很脆的 口感非常的不錯 吃起來非常的扎實 然後不是很油 潮鴨的商店街啊 又稱老人的元素 所以這裡有賣鮮貝或是紅豆麵包 這種比較復古風的甜點喔 我們逛完商店街囉 我們今天要去督引三田縣的潮鴨站 大家車去下一站 我們現在要用這一張一日券 達成第三種交通方式 地下田 我們現在要去看東京鐵塔的樣貌吧 我們從茲公園站下車 我們從茲公園站下車 來去看東京鐵塔的樣貌吧 一進到茲公園就可以看到一個超絕美 超壯闊的東京鐵塔 我們現在大家要走一個私房景點 可以看到比剛剛更好的東京鐵塔喔 我們上來這個平台啊 是賞中京鐵塔的最佳景點 我們可以從剛剛那個平台啊 一路走到真上市喔 身上市出來走路一分鐘 就可以到一個非常有名的咖啡甜點麵包店 Lupin Cotillian 它外面那種巧克力非常的香濃 整個裡面那個慕斯的口感 就是有點濕濕軟軟的吃下去 可以吃到巧克力的濃醇香 整體的搭配還蠻好的 我們後來下午茶囉 現在要出發前往下一站 我們現在要上東京鐵塔囉 一出電梯啊 這邊就有虎之門方向的景色 我們從高處看真上市啊 變這麼小一個欸 我們現在到了赤羽橋站 我們繼續用一日卷做大江屋線 到都廳前吧 我們現在到了都廳前 我們要去東京鐵塔看看夜景 夕陽西下的東京鐵塔真的是太美了 還可以看到富士山 這邊夜景的優點呢 就是它是免費的喔 我們離開都廳囉 坐車去新宿吃晚餐啦 新宿的歌舞雞廳吃 no meat no life 收入店 這家店是以黑毛和牛為主 那除了這些高級的肉以外的 還有多不同的香菜 等肉來了 這次要下的是牛舌後千 哇哈哈 整個滋滋作響啊 它的這個後千牛舌啊 雖然厚度很夠 但是咬起來不會太過老 然後搭配上那個wasabi啊 初步意料的還蠻搭的喔 以上就是這次都營一日券的行程 我們今天利用了都營的巴士路面電車還有地下鐵 整整繞的東京飯圈行程非常豐富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喔 我是鮑勃 我是文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掰掰